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危机没有过去 中国百姓表示身边很多人突然就走了 台北101毫发无伤有两大功臣 日本学者总结倒塌大楼共同特征 美国专家赞台湾防震 美西各大城市都比不上 香港已经被赤化 李嘉诚旗下港口引起波澜警惕 香港痛失转口港地位 被国际航运界除名 丹麦紧急关闭欧洲最繁忙海盗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汉药文 今天是4月5号星期五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着美国的围堵 在国内政治左转 经济可能陷入失落十年的困境 而在这些危机之外 疫情的威胁始终笼罩着中国 最新的消息指 医院人山人海的状况仍然在持续 太多人突然就走了 以至于单位不再举行追悼会了 长沙市民常先生4月3号告诉新唐人 反冒已经成为常态 特别是这几个月以来 基本上周围每个人都反复感染 近来每个人身边都有人去世 所在的单位都不开追悼会了 常先生说 过年到现在大人小孩几乎全都得过反冒 我也是得过两次了 好了也不彻底 天气一变一受凉啊又来了 一个月两个月都在咳 长期不好应该就是新冠吧 医院什么都不说 都说是流感 死人哪多了 亲人里面总有几个吧 每个单位都有 有的就是年纪轻轻的 沈阳的徐女士透露 当地的疫情也很严重 医院爆满 咳嗽声都吓人 徐女士说 我的儿媳妇我的孙子都感冒 孙子那个学校三分之一都病了 老师都病了 医院哎呀太吓人了 每个医院咳嗽声啊 肾人抖 新冠挺严重 徐女士认为 除了感染之外 身边很多人出现接种后遗症 我有个朋友 他的哥哥还有小叔死了 50多岁60多岁就心梗脑梗 微博上有人提到 新冠后血栓发病率相当的高 但是不确定究竟是新冠后遗症 还是与疫苗有关 成都的居民张先生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说 当地医院爆满 人山人海 很多急性的心梗 脑梗患者 怀疑是国产疫苗导致的 张先生的一位朋友的母亲才54岁 前两天突然就走了 医院说是脑梗 但是不给具体原因 正逢清明节 一些中国网民自发的悼念 疫情中的吹哨人李文亮 也有人回忆 给中国造成重创的第一轮疫情 独立时事评论人士蔡神坤 4月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 讨论新冠发源地武汉 当年究竟有多少人罹难 按照官方的数字 从2020年的1月23号封城 到3月27号这三个月的时间里 武汉因为新冠感染死亡 2535人 蔡神坤说 有一次跟一个知情人聊起死亡人数 他说官方公布的数字是在开玩笑 他掌握的可靠信息显示 至少在官方数字后面加上两个零 也就是成百倍 蔡神坤回忆说 武汉解封之后 许多人去殡仪馆领骨灰盒 有人在微博上说 我是今天早上10点左右到汉口殡仪馆的 大门口沿路停着长长的私家车和志愿者车队 进门之后安保很严 到处是便衣 基本上一台手机想拍照 就有人过来制止 财新记者到现场 见一辆大货车停在汉口殡仪馆侧门口 车上装满了全都是骨灰盒 司机和财新记者闲聊 不经意间透露 他这一车一共装了2500多个骨灰盒 昨天已经卸过同样数量的一车了 这还只是武汉一家殡仪馆的现场 武汉全市有7家这样的殡仪馆 都在力争清明节之前 发完所有存放的骨灰盒 而且不仅是武汉当地的殡仪馆 封城期间 南京 常州 乐山等地 都有移动焚烧方舱支援武汉 南京最多一次就运去了40台 以一台相当于6座普通的焚化炉来计算 相当于武汉火化炉突然增加到324台 蔡沈坤估计说 当时连武汉农村都被感染了 湖北全省封闭 按照国际标准来算 这些人都是染疫而死 所以说那位知情人士估计 两个月间死亡25.3万 也是保守的低估 但是也意味着官方至少玩爆了上百倍 有网友留言评论说 大疫情死人是常理 不知道这有什么隐瞒的必要 只能说共产党上台靠的是谎言 共产党建造的是一个营造谎言的体系 这种体系一旦说真话就会崩溃 台湾4月3日遭遇921以来最严重的地震 截至5日上午8点 余震已经有324起 幸好规模较大地震慢慢的减弱 台湾气象署说 这起地震序列逐渐的平静下来 这次地震让台湾的房屋建筑再度受到检视 高耸入云的台北101在3号强震当中毫发无伤 引起关注 CNN报道说 面对25年来最大的地震 台北建筑物也剧烈地晃动 曾是世界最高摩天大楼 也是现代工程标杆之一的台北101 近轻微地晃动 保护它的两大工程 分别是钢筋混凝土和调制阻尼器 CNN说 钢筋混凝土使得建筑物兼具弹性与刚性 可以抵御强风和台风 阻尼器则是一项技术创新 悬吊在台北101大厦的87层到92层之间 可以抑制大部分剧烈的摆动 朝日电视也谈到 台湾1999年921大地震造成超过2400人丧生 当时许多疑似不合格的建筑成为了焦点 从那以后 台湾建筑物的抗震能力就获得长足的进步 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名誉教授何田璋对朝日电视表示 台湾新建筑的技术在某些方面比日本更加的先进 例如为了让建筑物不容易摇望 在建筑物中使用减震橡胶 这类技术自1999年以后在台湾得到了相当的发展 不过何田璋也谈到台湾在地震当中倒塌的建筑物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一楼只有柱子支撑 而上面有七层或者是十几层建筑 何田璋认为如此一来 一楼的柱子损坏时 整栋建筑物可能会倒塌或者是倾斜 这种特征的破坏性是显著的 何田璋表示这种毁损方式在日本并不常见 他也建议台湾如果能够根据现行的抗震标准 对老旧建筑物进行检讨 并且实施一些补强措施 应该是一个值得努力加强的方向 美国地质专家赞叹 就这次花莲地震的威力和伤亡状况来看 台湾显然已经做好了预防强震的准备 而且做的比美西地震带上的各大城市都好很多 根据NBC的报道 西太平洋地震网络主任 华盛顿大学教授托斌表示 西雅图和波特兰没有像洛杉矶或旧金山一样 做好防震的准备 而洛杉矶旧金山无法和台湾相提并论 加州大学教授华莱士分析认为 台湾这次强震后倾斜的建筑 似乎都发生在老旧的5至10楼高混凝土建筑当中 大部分位于街角 且一楼改装成为了商业设施 如此一来 一楼的结构就会相对的较弱 因此而受损 华莱士指出 台湾高层建筑的防震能力令人赞叹 特别是101大楼 华莱士表示 921地震之后一周 它飞往台湾协助勘察灾后墙梁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台湾评估和改造了学校建筑 改建 维修 有倒塌风险的古老建筑 这和南加州进行的防震工作相同 但是台湾无疑做得更加有效果 美国许多西海岸地区没有办法比 华盛顿大学台籍地质学家赖旭恒透露 921大地震时 他才11岁 在台北住处从床上差点被震了下来 之后台湾开始重视地震风险 制定了新的建筑防震法规 赖旭恒说 规模7.3的921大地震造成超过2400人罹难 这次7.2级强震则只有9人遇难 这就是台湾防震的进步 新闻网站政客4月3日报道 由李嘉诚合计黄浦控制的波兰格丁尼亚集装箱码头 因为去年拒绝为乌克兰提供物资的美国军舰停靠 正受到波兰当局的密切关注 报道指 1月份 欧洲议会通过议案 强调欧盟对外国投资开放战略港口的危险 上个月 波兰议会讨论了保护波兰海域基础设施的问题 有议员透露 议会将要求政府将格丁尼亚集装箱码头正式确定为关键基础设施 届时合计黄浦必须报告其安全行动 但是不会影响该港口和平时期的业务运营 波兰学者斯坦向自由亚洲表示 香港已经被赤化 合计黄浦控制的港口 据美军博案事件 促使波兰政府审视中国等独裁国家带来的风险问题 斯坦说 以前还是会觉得香港是香港 中国是中国 不过港版国安法23条立法之后 香港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司法独立 香港已经完全代表共产党了 所谓的港商完全就是中资 李嘉诚那家公司不让北约的军舰停靠 经过这件事情 波兰政府也会增加对来自独裁国家公司的戒心 如果这次立法会讨论通过 针对这些策略性质的基本设施 加盐管控 限制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的投资 这会增加我们国家的安全 格丁尼亚集装箱码头 位于格丁尼亚港口 该码头是波兰第一大港 也是波罗的海第二大港 欧乌战争期间 格丁尼亚港是美国及其他北约国家 向乌克兰中转设备的重要港口 丹麦物流数据分析公司近日撰文指出 主要航运公司正在将货物从香港 转到其他更新更大的港口 并且把香港从转口港名单当中剔除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行政总裁德里 4号对自由亚洲表示 香港失去转口港地位其中一个核心原因 就是香港的国际政治地位 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 德里说 香港享有特殊地位 因为香港是一个半独立自主的地方 随着中共逐渐的干预 香港已经不再独立自主 因此香港的特殊地位已经被侵蚀 这都对香港不利 一些具有竞争力的大型深水港 例如印尼 新加坡和马尼拉 将代替香港成为重要的受益者 除了经营环境的转变 德里认为 美国科技禁运也影响了香港 作为中国货物转口港的角色 德里分析 香港曾经享有大量集成电路进出口量 这些集成电路运到中国 然后从这些大陆的公司 经由香港运回到世界各地 美国取消香港优惠待遇 严重地影响这些货物的运输 然后从川普政府开始征收关税 这都让情况变得更加的糟糕 另外 著名的航运公司马什基与赫伯罗德 将在2025年2月份开始 合并齐下的部分船队 全球航运联盟再次重组 这表示 未来货物将改到至东南亚 由美国业内人士指出 这个发展将重创香港的物流业 九龙仓集团主席吴天海上个月承认 香港货柜码头情况严峻 由排名前列已经跌至榜尾 两个月前 奎清9号货柜码头已经完全闲置 欧洲最繁忙的水道连同波罗的海 与北海的丹麦海道大贝尔特海峡 丝毫宣布紧急关闭 禁止通行 丹麦海军解释说 由于鱼砂导弹发射器出现故障 因此整个区域的海空交通被迫全面中断 丹麦军方说明 一座发射鱼砂反舰导弹的发射器出现了故障 无法关闭 存在导弹被发射 并且飞行几公里远的可能 进入大贝尔特海峡水域的船只 有可能被导弹击中 根据海事通告记录 丹麦海军正在此地进行军事演习 俄罗斯和欧洲邻国关系极度紧张之后 波罗的海成为了可能引爆 北约与俄国正面战争的热点 丹麦等国家都不断地提高警戒 加强演练 这期时间再度突显出 目前多个地区开战 让全球重要的商业水道 随时可能遭遇措手不及的问题 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 订阅西网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西网